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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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西的博白石 听说这里的鼠块特别厉害 到底有多厉害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阿姨 你好 阿姨 你好 我问您一下 咱这边有没有老鼠啊 有啊 有啊 有里面很多 很多老鼠啊 就是他来积红树啊 核大那些豆腐啊 他把那个门啊 那个床垫啊 他都挖出来 走到来 走到来 他在里面装进冷冰区 只要用那个老鼠笼扎他 下毒 下毒的时候可以毒他 就是把他粘着 把那鸡呀 压死了 我好 您那儿有没有老鼠啊 您那儿 这里啊 有啊 我们这里的老鼠就是说 一般的门啊 锁不紧 他都会跑进来是吗 小的的时候就进来 那我们就是嘛 想卖不卖 那些东西都是好吃的是不是 对对对 那他都进来的时候 他都喜欢 养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泡面啊 这些啊 能吃的他都吃 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治他们啊 嗯 一般都是在街上看那些 那群人卖什么老鼠药啊 蚊子就死那些 也不就能不能用 那是为了买了几包也没什么用是吧 就也不好使 是吧 也不好使 经常买也要花很多钱 是 是 是 行 谢谢您啊 为了帮助百姓们解决鼠害问题 记者在网上搜索灭鼠的相关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大量的搜索 记者果然找到了一位灭鼠人 于是 记者来到了博白东平镇 寻找这位灭鼠人 哎 您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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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您是白真元吗 哦 对对对 我是那个装电台 我要分辨栏目的编导 听听听听 就是我是冲网了 看起来是搞了一个老鼠龙了是吧 对对对 现在又做一个老鼠龙 发明人白真元 发明项目 自所踏板式捕鼠龙 我叫白真元 就是广西伯白的 以前我是做家电维修 跟手机这一块的嘛 但是就是后面有一只 在我家也闹过手牌 他们又想到要搞这个捕鼠器了 老鼠就特别烦人了 以前的话也爬到我的床上 我说他还挺挺脚丫的 半夜有时候都进行了 看到的时候怕晚去 后面想到做这个捕鼠器了 反正第一个是喂自己嘛 喂自己家里的解决死患 还有一个可以为这居民啊 就减少一点死害吧 那您能找看看吗 可以可以 就搁哪儿了这东西 搁旁边盘子这里 您现在正死了已经是吧 对对对 搁了两天再来 我没过去看一看 我等 那您倒看看去 可以可以 行好嘞 这哪屋呢 这边这边 这屋是吧 还有这里 行 还抽到了 哦 还真有是吧 有有有有 这就是是吧 还挺大 哇 这么大个人呢 啊 还猛呢 这嘛 哇 这还不想呢 我看这 这里有一斤吧 一个骑士架压一个门 一边一个 一个架子 空一个门 要把它穿到这个 踏杆靠这里 踏杆靠 一个骑士架空就一个踏杆靠 现在就是一个捕鼠的状态 然后呢怎么捕呢 它只要把这个踏杆靠 它一踩 它把这里踩空 白真元发明的捕鼠龙 是利用幼儿引幼老鼠触发机关的方法 捕捉老鼠 捕鼠龙 由龙体 龙门 右耳踏板和门靶收组成 将两侧的龙门竖起 设置到龙体上方 利用楔形挡杆 将两个门靶收分别固定连接 将楔形挡杆 与横跨龙体内的横弹滑动区域连接 形成右部形态 当门靶收处于锁定状态时 带动横弹滑动至楔形挡杆上端时 横弹释放 利用弹簧压力关闭龙门 实现无数功能 记者跟随白针源 来到了一个空旷封闭的房间 准备在这里测试一下 这个鼠龙的实用性 看起来构造如此简单的笼子 能成功捕捉到狡猾的老鼠吗 刚放出来的老鼠十分谨慎 捏手捏脚地跨了过去 它能进进这笼子吗 可以进可以进 可以进是吧 可以进 我看它就更呆了 它也不动了 对 害怕 它现在有点害怕 它现在对这个路 它要比较落实一点 要放点池在里面 为了吸引老鼠的注意 白针源在笼子里 放了一些吃的做诱饵 在美食的诱惑下 老鼠能放松警惕吗 没想到老鼠照着摄像机 就是一口 看来这里的老鼠确实厉害 这个放它能不能进去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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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来 对 这个踏杆 踏杆 踏杆 踏杆极构 是很灵灵的 基本上一踩 一进到里面一碰 它就关起来了 两碗就关了 你这还挺好使 哦 好用的 那我看咱们不是有两个老鼠的吗 我看这只是小老鼠 哦 让它们把大根的放出来 可以可以 看看这笼子能不能把大老鼠带住 过去 过去吧 哦 过去 过去 看看能不能进去 哦 看 它美口它便宜一点吃的 美口有一点吃的 它现在是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哦 对 快点啊 嘿嘿嘿嘿 好 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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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找一进去 基本上就能给它抓住了 对对对 是吧 它进去把这个 这个 看看这成果 哦 可以 这俩 这俩成果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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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到了 对 挺好的 我看这个 基本上它跑进去了 然后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哦哦 是不是 对 它也不会这个 越狱吧 不会的 不会越狱是吧 真大 真大 这个大老鼠 两个都是大老鼠 那你说 你的老鼠就说 跟这儿试啊 试得再好 也没有用 咱们不行 找一个这个真实的环境试试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朋友家那里 这几天都把电话给我 那老鼠把它家里的衣柜啊 要衣服啊 很多都搞坏 那不正好吗 拿着你的老鼠 然后去朋友家 可以可以 咱实地的 找一个真实的环境 咱试试 可以可以可以 看着效果能不能和 咱刚才试的一样 可以可以 为了测试鼠龙的实际效果 白真元带记者 来到了他的朋友家 决定实地 测试一番 大大 哦对 就这里啊 试试 谁啊 小白啊 哦 是小白啊 今天什么风把你刮到这里来了 没有风啊 今天 你好 就过来看 你好 我是那个电视台的 小张那 他是发明了一个这个老鼠笼子 然后说想 你赶紧试试 但是我正要出门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 真试一下吧 每次 现在我已经一会儿的时间 就是也不会太长 试一试 好好 行吧 那去我家 那个餐厅试一下了 餐厅试是吧 那里什么都不多 就是老鼠多 还有厨房也有 行 那就现在这个 餐厅是吧 好好 行吗 可以可以 麻烦你了 这里就是我家的餐厅 哦 那么近 那个老鼠又把那个盖子给掀开了 刚才我还盖着了 那么厉害 我平常那个门窗关得紧紧的 可能是那个窗户 会不会有 可能你没关好吧 我也搞不清楚 会不会是从哪里进来的 这么厉害 你叫老鼠啊 刚才我还盖着了 他现在又新开了 这是无孔无弱 对对对 是不是 有一个老鼠进来搞得 是吧 那个老鼠太聪明了 哦 那不咱跟着试试 可以可以 信不信啊 好吧 咱换两个老鼠笼子试试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这也拿着摄像机呢 对 然后咱就监控一下 好 咱们多布置几个机位 监控一下 可以可以 看看它是从哪里进来的 嗯 看看它是怎么进入到这笼子里边的 好吧 先都给它拍下来 好 可以可以 好 那你布置一下呗 看搁哪儿 餐厅绝对是老鼠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白真园开始布置鼠笼 把两个鼠笼分别放在了靠近墙根的角落 可他的朋友似乎并不看好 他带来的鼠笼 哎 好快 这个 不实用啊 那个 你觉得什么问题 要 又开了 就是装的时候也不好 就麻烦 这么麻烦 啊 啊 好 好大 这个 你看他这 我看也马上也就弄完了 嗯 那你觉得就是说 他这老鼠笼 你说能对着老鼠吗 就你 你感觉 我感觉 大概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 那那个东西太湿了 会不会那个老鼠 哦 你说他有机关是吗 对对对 那老鼠很近的 他会不会跳过去 哦 您担心他会跳过去 对对对 还有就是 他可能是那个门 那不够紧 他那里没有锁住的 他一切子就碰开了 那个老鼠很大的力气的 咱们这么着 他弄好之后 咱俩一会试试 好 看了会不会出现 就是您跟他所说的这些问题 嗯 行吧 嗯 白真元布置鼠龙的过程中 他的朋友始终不看好他的鼠龙 那么这个鼠龙 究竟能不能让白真元的朋友 心服口服呢 弄完了是吧 弄完了 行 那我们就布置一下这个摄像机 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这个监控一下 可以可以 好 那老鼠上面查查 您找到个查木链 老公 行可以 是吧 咱现在需要的就是 默默地等待了 好吧 行 好吧 好 好 只剩下摄像机的房间 变得安静了 很快 老鼠就出动了 如此看来 老鼠的确是顺着窗户缝流进来的 刚刚进屋的小老鼠 还有些谨慎 始终在窗边活动 不过没一会儿功夫 偷吃的小老鼠 就明目张胆地上桌了 看着老鼠的弹跳能力 不得不说 这里的老鼠 个个身手矫健 机敏灵活 任何登高爬梯 都难不倒他们 而面对鼠龙 狡猾的小老鼠 更是绕道而行 绝不上大 看来发明人白真元这一次 是遇到对手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屋外的记者还在等待着 此时 小老鼠似乎被鼠龙里的美食吸引 开始在鼠龙周围徘徊 老鼠在鼠龙里享受起了 偷铁盛宴 始终不去触碰踏杆 你觉得能抓的问题 可以的 应该没问题 你觉得能抓的吗 应该可以 但是资历不大 是吧 我刚才能过去差不多六小时了 要不要再看看这 好 可以 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成果啊 对对对 看有没有成果啊 对对对 好 这些 我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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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难道是老鼠逃跑了吗 要不我们看一下那个 监控回放看一下 这看上级是吧 好 行行 好 走 来 看看啊 好好好 看看刚才什么情况啊 你们还这个是跑了吗 是 看 哦 对对对 是 来了 哎呦 哎呦 看啊 黑不放 他 他这速度太 哇 是啊 好大 哇 真的啊 嗯 跟这样了是吧 是啊 好大 好大个啊 这么大个啊 他家里老鼠还真的是挺大 我刚才就说了嘛 我家里老鼠又大又特别多 你看他怎么跑的呢 呃 它这速度太快了 哦 感觉一下 突然出了 对 一下子 我弄得撞开了你看看 哦 把这个门撞开了 那个门没有锁好吗 没锁好啊 你看 它撞开了你看 刚才我就说了 有 有一斤多的老鼠 你看是不是 哦 哈哈哈 他家里 而且你那个能锁还不行 啊 它这个速度太快了 你看好像劲儿大是吧 你看 太大了 冲了太快了 是吧 你看 哎 这么年了 你这个只能抓小的 大了抓不了 你说孩儿 那他没有以前买的好用呢 还要改种一下 就还要再改进一下 哦 对 改进一下就比较好一点吧 哦 行 这个的话太可惜了 嗯 通过回看监控 我们发现 下面的鼠龙成功捕捉到了一只老鼠 而另一个鼠龙却被体积偏大的老鼠 破门而逃 不仅如此 在监控的整个过程中 还多次发生了老鼠穿梭于鼠龙 而踏杆并没有被触发的情况 洪老师 看完刚才的片子啊 我真是很有感慨啊 我觉得人类在和老鼠的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 是在不断地升级换代的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机器又出问题了 我们又拜下阵来了 怎么办 我觉得呢 它这个设计还是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 为此在这我做了一个模型 跟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当然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这我没有挡网的啊 我们看它是有两个活动的门 这个活动门呢 落下去以后 就可以把这整个箱子封住了 谁来控制这个门 就是这点有这么一个小的机关 如果说老鼠踩到这个机关上 这样一踩 那么这两个门呢 就会被放下去 下边呢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捕鼠的过程 好 现在呢 只要老鼠踩到这根杆 你现在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你让它踩一下这个杆 踩 这个机关就是两边门都封住了 就封住了 进口和出口 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呢 它就有这个问题 这个大老鼠要踩 可能能踩到 小老鼠也可能就踩不到 那我们还设计不同的 针对不同型号老鼠 我们还要设计一个关卡 是吗 这点呢 就没有考虑到不同老鼠的情况 另外呢 它这个两个门啊 就这么撂下去了 我们在里边看到了 这个老鼠冲过去了 从这就冲出来了 它这个力道还是 这门关的还不紧 是 这个门虽然关上了 但是关的不紧 如果说关上门以后 这个门上要带上锁 这个老鼠就冲不出去 也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小机关上 咱们要根据不同的型号的老鼠 做一些改动 那么进口和出口 这个大门要得自动落锁 对 这样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了 对对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发明人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为了改善第一代鼠龙 出现的触发机关 射击过小 和老鼠破门而出的这些问题 白真元不分日夜 苦思冥想 如何提高触发机关的灵敏度 以及如何避免 被捕老鼠破门而出 成为了白真元 改进鼠龙的核心内容 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测试 第二代捕鼠龙 问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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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又弄上了 对对对 这是第一代是吧 第一代 这家有什么区别 这家现在 有有有 这家的就 以前一代的话 这个是 踏杆式的 踏杆式的 对 它就变成这个踏板 哦 这手里板 对 就做一个板 这板和那杆有什么区别吗 踏板的话 然后它出发这个面 它就打了 哦 明白了 刚才爱上了这个老鼠 它只能碰着那杆 它就能出发机关 对对 现在是 是它踏板的某一个点 哦 它都能出发机关 连接说 那个老鼠呢 踩中的那个机率就提高了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吧 其他地方 有这个门 这里已经改变了 以前这个没有 这个锁死装置啊 锁死装置 哦 对对 它多了一个门杉 这个就是 它可以把这个门 挡住 开不了 你可以试一下 哎 它就开不了了 哎 它就跟门上那个锁 是其实一样的 对对对 对吧 那肯定跑不掉了 真的是 只要它进里面 都摆在它 跑不了了 白真元发明的 第二代捕鼠龙 是在原有捕鼠龙的基础上 进行了升级改进 在龙门两侧 各设置了一根横弹 龙门在抬起状态时 将横弹设置到龙门顶部 当机关处发时 龙门落下 横弹一同落下 起到了锁死龙门的作用 同时 将横跨龙体的横弹上 增加了踏板 提高了处发几率 那你跟我说不就是不好使 那咱得试试 可以可以 对吧 你跟我说跑不掉 那万一它进阶子还跑了呢 对 我拿到场地试一下 对吧 要不咱还是拿着你这二代龙的 咱还是去你的小屋 来试试去 可以可以 看看是不是就如你所说 跑不掉 可以拿过去试一下 为了测试新一代鼠龙的使用效果 记者和白真元再次来到了一代鼠龙测试的场地 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这一次鼠龙的捕鼠效果如何呢 那就把这泡子放上来吧 好好好 之前放一只小的 对对对 行吧 可以可以 找吧 一般都躲在墙角里面 这回的测试开了个好头 第一只老鼠很快就被成功捕捉 这个挺好啊 对对对 它肯定出不来了 对出不来了 这个门栓就起这个用了 对就起这个都用把这个门锁死 这是哪个小老鼠啊 这小的 要不要咱把那大个的放出来 可以可以可以 我帮大哥的试一下 放了吗 放了 放了 还出来 行 它不然出来 它有点害怕的 没出来 这还不太快出了 放了 快往后退 真厉害 这一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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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这一条就好 哎 现在放那边玩 然后那边玩 它想转一遍出去 对对对 是吧 这才真挺成功的 对 像我们用很大的力 在里面 这一半就带不来 从不开 从不开 用很大的力 它也开不掉了 那它基本上 就是被困索了 对对对 它就被锁死在里面了 看来这次的改进 非常的成功 踏板机构和龙门锁死机构 发挥了作用 老鼠只要进入到鼠笼中 就绝对没有逃跑的可能了 鼠灾成缓 百姓遭殃 小小鼠龙大有弊异 究竟是怎样的捕鼠工具 能让狡猾的老鼠乖乖入龙 敬请收看 外发明 情属入龙 我是谁 是什么样的人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 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我是情卦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不是中国共产党 是中和你在一起 那行不行啊 拿你这个信在这个老鼠龙子呀 还是找你的朋友去 可以可以 咱还跟人家试试 对对对 是不是看看咱跟这个实际环境中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如何 好的 有信心吗 有有有 有信心是吧 咱找呗 找一下 可以可以 好 四哥 谁呀 小白呀 小白又来呀 小白又来呀 对对对 过来了过来 这是什么啊 不出气啊 你拉倒啊 你这个有什么用啊 他在升级了 这个 白正元迫不及待的介绍着自己改进后的新属龙 可他的朋友似乎并不买账 我那个普通龙子肯定比你这个好使 我那肯定好用啊 那一会儿啊 就是布置一下这场地 然后给他弄两个小区域 然后左边呢 是你的龙子 右边呢 是他的龙子 可以可以 然后他比一比看到底是谁的好用 好好好 可以可以 行 好 设定好比赛规则 布置比赛场景的工作 立刻开展起来 白正元用铁皮板 圈出了两个相同大小的区域 这样的证实 很快就引来了 围观的群众 咱现在我看这个区域就也弄好了 场地都准备好了 对对对 他把这龙子也弄好 好吧 弄好之后啊 咱就放两个老鼠 好 对对 看看这个 就是这老鼠跑进去之后 看他还能不能跑出来 好 看谁的好用 好的 行吗 行 行 弄吧 那都弄好了 嗯 行吗 慢点啊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两边同时放入了一只老鼠 究竟哪个鼠龙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成功捕捉到老鼠呢 白真园的鼠龙 很快就捕捉到了老鼠 而另一边却不那么顺利 他在这里还没带得到 这个老鼠他可能不饿 所有人都将目光 投向了传统鼠龙这边 可这只老鼠 就是不进龙 看来还是他那个好用 就是 服服服 无奈之下 白真园决定 用自己的鼠龙帮忙 很快就成功捕捉了这只 不听话的老鼠 赢得了这次的比赛 白真园的朋友提出了 再去他家试一试 你看这就是我家卧室 我家卧室也有很多老鼠 有没有啊 这里啊 有 我平常的很少在这里住 这里可能都成老鼠的窝了 你用你的那个老鼠龙试一下 可以啊 我带一个在这里吧 然后帮你那个 唱天再放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我们上次给他跑了一个嘛 对对对 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去啦 行 我马上弄好了 我马上弄好了是吧 对对对没事 来 行 好 可以可以 好 我先去 好 道远来这个房间这里 这儿你也曾经是吧 对对 那个老鼠呢 你怎么可能 我不是你家里的老鼠都讲话 为了给上次的失败扳回一筹 白真元决定 在老鼠最多的餐厅再放一个鼠龙 让自己的朋友好好看看效果 人一走 老鼠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四处走走看看 但始终对鼠龙绕道而行 似乎他们都有了经验 看来这一次难度不小 白真元能挽回朋友的信任吗 二位啊 你看天都快黑了 咱要不要看看你 看看有没有说过 给给 我去看一看吧 走看一看 怎么回事 怎么有一个门关了 有一个没有关 为什么跑啊 对啊 为什么跑啊 太可惜了 怎么跑啊 这个敢打到这堵墙了 然后他这个 这个没把手 没办法弹起来的 你看我都说你这个东西不行啊 喊什么二代 那个老鼠吃完又呢 喊跑了 有一个没关上 有一个没关上 那我们看其他的看一下吧 看其他的看 那他就绝对我手上了 好 看博士能不能带得到 博士看一下那些咯 行行行行行 好嘞走 嗯 好 来我们进去看啊 哦 我们看一下 博士这回应该中了 诶 这不是有一个了吗 诶 这有一个了 哦 有一个了 这个也是一样逮不到 诶 哪里 你看你看 这个有 对 那个有 这个跑 这个也走到 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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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个为什么就跑了呀 对啊 那个多看一下吧 你看 那个为什么就跑了呀 哎呀 这个有 没想到 三个鼠龙 有两个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侧的门开着呢 记者决定 去看一看监控 你看 他现在就 你看 开门 你看 就进了 对吧 对对对 你看他吃猪肉呢 他不 他不砸 哎 砸了一遍 没砸 这边没没下去 这边这就卡住了 还可惜 对吧 你看看 这边没用啊 这个门 反正算是关上了 这个老鼠也竟然偷吃 还可以拔 你看哦 这边上 那边卡住了 对对对 卡住了 是吧 卡住了 对对对 通过回看监控画面 我们发现 只有一只老鼠 进入鼠龙后 触动踏板被捕 而另外两个鼠龙 由于离地面距离过近 都出现了一侧妻子架 被卡住的情况 导致这一侧门 没有关上 使老鼠逃跑 这个太高了 高是吧 这个确实也是 这个 这儿是不平的 不平 不平 对吧 老鼠都能行 这边走 那你还要不要改改啊 这个 肯定要改一下吧 这个问题 对 还是有点问题是吧 对 有问题要解决嘛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这样 白真元又开始了 无限的思考与改进 在层出不穷的问题面前 白真元依然坚持着 他坚信 自己能够发明一个 成功的捕鼠器 抱着这样的信念 一个崭新的捕鼠龙 吻式 小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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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就弄的啊 对对对 现在弄我这三代 哦 这是那个第三代了是吧 对对 现在这是第三代 哦 这跟那个 这个跟那二代有什么区别啊 跟那二代 跟二代的话 就是区别就很大的 它改正了 两个地方了 都哪变了呢 我看 我看这外观 差不多呀 外观 那你看 那踏板长得都一样 首先你发现 这个门把手 这儿不一样了 这个门把手 怎么改变 这儿 这儿矮了 这个二代的 这个短了 这个三代是吧 对对对 这个矮了 哦 是这样了是吧 对对对 哦 我明白了 这个门栓和这个杆是一体的了 一体的 一体的 以前这个门栓 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 对 现在这儿也没有了 对对对 平了 还有一个就是 然后呢 这个控制这个踏板的一个机构 我看这也没怎么编啊 哎 你没发现 原来原来 原来 原来两个 这边这儿少了一个 哦 这少了一个 这边 它板 它板 就只有一个了 它板的话 原本是两个靠的 现在改为一个靠了 哦 边上还可以踢墙 可以可以 这就是你改进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白真元发明的第三代捕属龙 在原有捕属龙的基础上 进行了改进 在龙体顶部的楔形挡杆上 增加了一根横带 利用一个楔形挡杆 便可以固定 两个龙门龙体两侧 龙体一侧 减少一个滑动区域 起到了贴墙放置 捕属龙的作用 同时 将龙门上的锁死横带 移动到龙门上 与龙门成为一体 提高了捕获老鼠的成功率 现在这个灵敏度也是很高 现在很灵敏 是吧 你轻轻一吹 吹也行啊 那我吹是 真的可以了 你看我刚才有气啊 我也挺使劲的了 那我觉得这个大老鼠啊 踩上去肯定没问题 那你说这个小号吧 它踩上去 是不是就触发不了了 这个踏板的极高的话 它可以调节 这个灵敏度的 这个的话你可以拨的 拨 哦 这就紧了 哦 它就紧了 这比较紧了 我等于就是说这个 这个和这个远了 它的距离也远了 它拨的比较大的距离 哦 这就紧了对吧 它就紧了就可以了 要低的话就把它往回摆 哦 往回摆 是这个意思的吧 对对对 那你改进后 这个好不好用啊这个 好用呢 好用啊 对对对 那我们再试试点 可以可以 行吗 它试试点 行 走 那你拿这个 我拿这个啊 好 实地试一下 行 多了一个 这是 属乳餐 哦 属乳餐 这个也好多了 嗯 来吧 那你试试吧 哦 可以可以 还在这屋外 对对对 好 直接走个角落就得了 行 这个给大家介绍 这个就是一个小门的 小门 哦 这个一个小门 这个是一个属乳餐 哦 属乳餐 对 然后对外的老鼠 可以让它给 就转移到这里边 对对对 带着老鼠就把这个 小门开开 把这个小门打开 打开啊 它就可以进到这个属乳餐这里 哦 你把属乳餐隔在旁边 哦 哦 没问题 就看着那么多了 对 那你现在操作就简单了 多了 那咱这位就11个老鼠就行了呗 对对对 要不然咱先放小的吧 哦 可以可以可以 行吗 可以 小的看一下它怎么继续先 行 我有一小时跑了 哎 哎 穿过去了 你要脸 哎 看哪儿去了去了去了 哎 别问你脸 四三好高哩 哦 哎呀 上线了 它没吵太反 它自然 它不像大哥的 比较重 对 这老鼠感觉 好清明啊 哦 又蹦了 你看它蹦过去 它没 那也不吃肉 哦 没说话 没想到小老鼠从一放出来开始 就肆无忌惮地在笼子中来回穿梭 似乎把鼠笼当成自己的家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可急坏了白真源 不是这样子 他很高 这老鼠挺到的 你看 他好像特别灵敏啊 哦 这个他就来找他疼漫玩 哦 你穿着吗 我来找找疼漫玩 对 你看他蹦 你看他还要往个蹦 你以为你就是这样啊 不要给摸黑铃 瞧着灵敏做的 对 对 无奈之下 白真源决定调整踏板的灵敏度 那么调整后的鼠笼 能成功捕捉到 这只灵活好动的小老鼠吗 太高了 来了 来了 哎呦妈 吓人 来 谢谢啊 哎呦 对了对了 对了 来到来到 看来还是你调我看就好了 对对 对吧 你调他这个灵敏度 我看就好了 这灵敏度可以调了 对吧 你根据这个大小的老鼠 根据他这个比重 啊 这个看他中地 这把还这个吧 对 这把还这个 调一下这个好了 对 这把这把这就好了啊 这把这儿真的出不来了 对对对 刚才你看好几回啊 都入过 对对对 动了一点 然后踩着也没用 对对吧 你这就调一下 调一下灵敏度就可以了 啊 你看这个老鼠就比那个大个要灵活 对对对 啊你现在把 呦 慢点慢点 你把那个就给它转移过来了是吧 对对 把它移过这个 移过来了 对 它进去吗 这一针 啊对 再把那小洞 这个进去 走 去赶一下 它没发现这个洞 开始 那进去了啊 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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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把这个门锁死啊 行 这小的就算是进入了这个 村屋仓了是吧 对对对 行 那把这大个的 然后给它放过来 可以可以可以 给它出去 走 它不走 哦 它 痛痛 等一下 啊 好了 它直接就去了 看它怎么找那个玩意 哎呦 蹦了 它有点攻击性的 它看它那小的 有点 是吗 还欺负它那一点啊 对 你看它现在这个 这个角度就挺高的啊 对对 高了什么 还要紧 往那边出来 嗯 对 它不会攻击咱们吧 会的 啊 它眼睛看了咱们 哦 就看了这边来了 嗯 看了咱们 那公斤它就小的 对 它肚子饿了 它就找红烧要吃了 哦 找红烧要吃了 对 它觉得肚子饿了 太好了 等一下 哎进去了 进去了 看到要吃了 哇吃上了 它叼了它没 它没吃 看这吃上了 它吃东西它首先 哦它是用嘴巴叼的 嗯 它那个脚它没压上去 对你看它现在把肉啊 对 从那个你那个 它马上给拉下了 对 它先个边吃了你看没有 对 它警惕性是特别高的 吃上了 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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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它碰不到它 它马上把肉摆倒了 哦好了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 这太快了啊 哦再继续 把它赶到这个小笼里 对 行了 门开了 别吃了 过来了 别吃了别吃了 还吃呢 还 这么快还会是 还不会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对对对 你看看它 打了 哎呀 这家似的挺凶的 你看它这么小 哎 那这怎么办呢 没事 留下它们就好了 你都能过去了 哦 等下就过去了 嗯 所以说它现在 它有一 它有一种领地的意识 领意识啊 嗯 你这小的先 小的都过去了 啊 啊 啊 它看它也 它先过去了啊 那去了 它也过去了 好 哦 好了 看到它朋友在这里 它就知道 哎 好好好 啊 好了 老老死的话 它就是一个 纯基的一个动物 就以前的笼子啊 很多人发现 装了第一个就比较难 装第二个了 因为它留了这个化学气味在里面 那老死还闻到这个化学气味在里面 它没见了 老同类在这里 它就 跑了 比较怕 哦 它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哦 但是说这边你看 咱的效果也挺好啊 不成了咱就穿搭 你得捞融了 可以 还是去你帮我家 找朋友试一下 老习病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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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我要 你还来我家干嘛 帮你做老死吧 前两天不是都来过了吗 哎呦 这趟要改正了一下了 哎呦 你别来罚我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 你要你要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快走 快走 别来这里帮我 这边都给换上了 你帮我叫一下他 求我去 师哥 师哥 哎呀我真的服了你呢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前两天 已经改正了嘛 改正了哪里啊 给我看一下咯 你看一下有什么改正 白振元连忙给朋友介绍了 鼠龙改进的地方和新的功能 这一次他自信满满 把小龙子搁在旁边就得了 现在不是要不要赶这个老鼠进这个龙子 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抓到老鼠 你这个 可以抓得到的 抓得到吗 抓得到 我家那个厨房那里啊 现在也没在用啊 现在有好多老鼠啊那里啊 要不我拿去那里试一下咯 可以可以没事没事 那行 好 好 走走 走走 哎呀 这里就是我的厨房 平常 好久没用呢 太多老鼠了 我把用那砖把那个 造炉全部封上了 下面有没有老鼠 老鼠太多了用不了 太多了 看看放两盘 要不就放那个灶台上面啊 它平常好多在那里 这边 这边 那你看你个哪儿 这边也比较平坚 那这里也得 放那儿吧 好 放好了 再放一个在那灶台上了 平常好多在那里串来串去的 可以的 可以可以 嗯 好 那我放一个到这里 嗯 嗯 少放点啊 放一半 对 对对对 这屋根就放俩 对对 它有杀龙的呢 要不然再放一个 啊 但是它那个 要不就拿到我那个 它那个 半天 吃半天 那个餐厅那里 那个餐厅那里 对对对对 因为这 那你觉得这次 你觉得它这包容 能抓到吗 嗯 应该可以吧 应该行 为什么你觉得这次可以啊 这我感觉比以前完美了 这个 是吧 对 你就这么看着 就觉得比以前好 是吧 对对对 哦 行 那就一会就试试 看看能不能抓住 嗯 好 是吧 好 你看到现在这个厨房 还有这个餐厅 嗯 一共设置了三个工座 嗯 那我们就看看 到底它能不能抓耗吧 可以可以 行吧 那我就先回去 好 要是能抓到老鼠的话 我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那也行 行 没抓到你拿去当杯子 哈哈哈哈 行 那好吧 好好好 好嘞 在美食的诱惑下 老鼠们又开始有所行动了 这一次鼠龙的捕鼠效果如何呢 没一会儿功夫 就有一只老鼠被捕 只见它撕心裂肺地吼叫着 似乎哀怨自己低估了鼠龙的厉害 但一切都太迟了 很快又一只老鼠被捕 这什么声音啊 真高 哇 还真有一个 哇 还真逮到一个大的 哇 过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 哇 打到两个 哇 三个 哇 这么大 哇 让我打个电话给他 你那龙主打到老鼠了 你赶紧回来看一下嘛 好好好 那我在这等你 好好好 好好好 过去看一下 大老鼠要抓到了 哎 你好 你好 来了 哇 你们跑得这么快啊 应该跑不远吧 是 你现在看一下 要打到两个怎么吃你啊 这么多 那一个龙主打到两个怎么吃你啊 这下就是一夜通料啊这下 对 这行 可能有一个前进去 有一个后面进去 碰到这踏板了 是吧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鼠龙 是如何同时捕捉到 两只老鼠的呢 这个还挺凶的 还挺凶的 可是这个做的时间可能也迟一点 它就有点凶 那个毛发 毛发的力气还 是啊 那那边还有一个那边 我也差不多 比那个小一点点 挺大个的 那还挺好的 这一间全断了 这还一间弄两个 一间双边 好 好 我来就把它空到这个小龙 得了 好好好 哦 行 可以的 这门就闯了 这门就 看来这个都是 是蛮实用的嘛 你觉得这回来 这挺好吃的 哦 对对对 它比以前那两个好好使多了 是吗 那你愿不愿可我这个东西呢 嗯 可以 那我以后就用你这个吧 可以可以 完全 以后你掐你的老鼠 我帮你做就得了 白真元的鼠龙发明成功 他的朋友特意请来了街坊邻里 一起来为他庆祝 白真元的努力 没有白费 这些亲朋好友 再也不用为灭鼠 而发愁了 发明人白真元发明的 自所踏板式捕鼠龙 利用诱饵 引诱老鼠触发机关的方法 捕捉老鼠 设置机关 操作简单 捕捉老鼠的成功率 非常高 发明人制作的捕捕器呢 他用非常简洁的这个机械结构 实现了这个捕捕过程中所必须的这个蓄能和触发 关门以及锁门的这一串过程 从实现的效果看 可靠性还是蛮好的 而且结构很简洁 成本非常低 但是呢 在后续的 怎么再处理这只老鼠的问题上 对于一般的一些居民使用的时候 就是他在对这个捕捕的老鼠的处理比较困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庞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价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波罗好吃 波罗苗却很难粉碎 香蕉美味 香蕉树 却让人头疼 是什么样的机器 将其粉身碎骨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粉碎精灵 波罗好吃 波罗好吃 波罗苗却很难粉碎 是什么样的机器 将其粉身碎骨 香蕉美味 香蕉树 却让人头疼 面对高大粗壮的香蕉树 机器会有怎样的表现 这些香蕉树 能否被成功粉碎呢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粉碎精灵